他文韬武略是一代侯解 他奋勇杀敌对康乾盛世的到来 起到了不容忽视的助推作用 康熙对他极力赏识 雍正称其为恩人 破格提拔他 一生驰骋疆场 军功累累 作为清朝一代名将 年庚瑶究竟有着怎样不寻常的一生 以至于数百年后 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而年庚瑶与雍正之间的关系 又是如何的错综复杂 耐人寻味呢 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 建立后京政权后 被扶为奴的辽东汉人 被称为鞍医 即职加奴 到了年庚瑶的父亲年霞灵的时候 属于下午期鞍医的年甲 被分在黄四字印针门下 年庚瑶在21岁时 也就是康熙39年重进士 不久又被任命为汉林院检讨 汉林院在当时号称为 玉塘清旺之地 院中各官绝大多数 由汉族世子中的拔尖者担任 年庚瑶能够与这群佼佼者为伍 也足以证明他有真才华 在工作期间 他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地 履行自己的职责 同时也研究兵法 八年后 颇有才感的年庚瑶升迁为内阁学士 不久又升任四川巡抚 成为封疆大吏 涌现录记载 年庚瑶当时还不到三十岁 对于康熙的过格提拔 年庚瑶感激涕零 对于当时还是四皇子的 雍正的扶持之恩 他暗暗铭记在心 到任之后 年庚瑶在短时间内 就摸清了四川情况 仔细钻研 提出很多心力除弊的措施 造福于当地百姓 更让康熙帝满意的是 政绩显著的年庚瑶 带头给官员们做出表率 不收取竭力 康熙对他寄予始终顾手 做以好官的厚望 首先他作为一个进士 他是有相当高声的文化知识 诗词歌赋不在话下 但同时他骁勇善战 然后他要一个是需要朝廷的一个稳定 一个是需要国家的稳定 那么年庚瑶呢 就在这个朝廷的稳定 和国家的稳定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康熙四十八年时 雍正进封为雍亲王 并承认上三旗之一的 湘皇旗旗主 很快 年庚瑶的妹妹就被选为 雍亲王的侧福晋 年家在真正意义上 从下五旗之一的湘白旗 升入了湘皇旗 与皇族结晶虽是莫大的荣耀 但是其中的利益关系 却是深不可测 雍正与年庚瑶既是狼旧 又有从属关系 两个人的命运在历史上 被紧紧的捆绑在一起 年庚瑶尽力辅佐雍正 因此他的升官之路十分顺利 而在雍正与诸皇子夺取 地位继承权的激烈争斗中 实力人物年庚瑶的支持 同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那么 这桩充满政治目的的婚姻 会有怎样的结果 年庚瑶做了哪些事情 让雍正更加倚重于他呢 四皇子印针被封为清王时 康熙把年庚瑶的妹妹 年氏指给她做册敷镜 这就体现 康熙很看重年氏家族 年氏是一个大家闺秀 品性温柔贤良 深得雍正的宠案 她在雍正登基后 被封为年贵妃 她对年妃本身倒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甚至年妃后来死的时候 她仍然也是给她用贵妃的方式 给她在祭祀啊 这些所有的礼仪都够的 综合来看 年妃一生的荣辱得失 或多或少受了年庚瑶的影响 然而雍正对她的宠爱 不仅仅是建立在对年价的利用上 两人之间是有感情存在的 应该想年妃呢 本身性格其实很好 但是在很多的这个剧里面 都把她当作是一个搞宫廷阴谋的人 像年妃是个很柔弱 而且很乖巧的人 在早期的时候 雍正对年妃经常也跟她探讨一些事情 所以她没有像野史 或者我们的电视剧里面 表现得那么坏 那么阴暗 毫不夸张地说 年庚瑶取得了像敖拜 在康熙时期一样的地位 俨然成了总理事务王大臣 他不仅在西部地区独揽大决 也时刻参与朝廷之事 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他有权向雍正打小报告 随时密奏诸如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优劣 民生改革措施的利弊等问题 除此之外 年庚瑶还经常参与朝中大事的定夺 比如好陷归功政策的推行 据说这条政策早在康熙末年时 就有官员上奏建议 但是遭到了康熙的严厉斥责 于是实行作罢 在雍正登基之后 山西巡抚 诺明等人上奏该政策 朝廷上下对此议论纷纷 拿不定主意 雍正特地询问年庚瑶的见解 就连律力馆修订的律力 雍正批阅之后也会让年庚瑶看 要他提出意见进行修改 帝王的如此倚重 实在是烧箭 在重要的官员任免和人事安排上 雍正更是重视年庚瑶的建议 并且给予年庚瑶很大的任免权 大到国家正式 笑到生活琐碎 雍正无处不关照这位恩人 在生活上 雍正对年庚瑶及其家人关怀备志 听说年庚瑶的手腕臂膀有疾 其妻子得病 雍正都再三垂寻赐从御药 年庚瑶远在西垂之时 雍正对他的父亲年霞灵 在京情况 年庚瑶之妹年贵妃 以及他所生皇子福慧的身体状况 也不厌其烦地以手欲告知 就算年庚瑶不在京城 那些奇珍异宝珍秀美味的赏赐 也是接连不断 两人之间体现的不仅是君臣关系 似乎更有患难之交的情分 据史书记载 有一次雍正赐给年庚瑶立志 为了保证其先美 雍正令驿战必须在六天内 从京师送到西安 这种恩典可以和唐明皇 向杨贵妃送礼之 用一记红尘换得妃子孝相比 胜券过浓过有不及 杨贵妃备刺自晚 那年庚瑶又有何下场呢 应该讲雍正这个人 从上任之初去充满了争议 因为正是也使 都对他不利 而这些不利的传闻就更加造成他疑心重 他认为所有人都可能反他 所以他一旦这个疑心重的时候 他往往就会不相信任何人 年庚瑶应该说 对他是有汉马功劳的 而且年庚瑶对他其实忠心耿耿 所以这是他的疑心深暗鬼 并不是真正的年庚瑶要反他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 鸟尽宫藏宫敬人亡 罪是无情帝王家 功臣一般都没有什么好结局 看来年庚瑶也难逃此命运 据传年庚瑶在牢中自禁后 被族人埋葬在了青云殿 为了防止盗墓或者碎尸 在村子的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各堆起了一座坟墓 没有谁知道 年庚瑶的尸体具体在哪一座坟墓 随着后来的兴修水利 修筑农田等活动 这四座坟早已经淹没在了滚滚烟尘中 而据称为年庚瑶故居重逃工的 西大街大学习巷93号老院 现在已经伤痕累累破败不堪 他无法来述说历史的真相 留给历史和后人一个迷案